我是一只树带熊 穿成娱乐圈女星后 对家骂我躺平 绿茶缩我睡觉 拍戏时 我被女二界剧情打了一巴掌 我直接趁势倒地不起 一睡三十个小时 当晚热搜就炸了 警号迟眠 在剧组被打晕 生死未卜警号 我是一只树带熊 每天执行两三个小时 穿成娱乐圈三线女星后 我过上了上眼皮和下眼皮打架的日子 公司里的影帝固形 亲自指导我演戏 我躺在戏里白月光的吊椅上打呼噜 听说他跟我的经纪人说 迟眠演技很好 我经纪人以为他准备带着我升咖了 露着牙花子笑 哪里哪里 还需要您多知道 他说 他把死人演得栩栩如生 这个犀利的病剧 让经纪人撵开的嘴角直接僵住了 后来影帝给公司每个员工都点了咖啡 还亲自来给我送了五杯 这明目张胆的偏爱 让我的经纪人都动容了 他拿走了我的抱枕 把我的躺椅调整成到人类不能睡的角度 在我的耳边大喊 醒醒 立在门口还没走的影帝一愣 我刚睁开眼睛 迷迷糊糊的 想起影帝叫顾醒 齐蒙了 听见经纪人叫影帝的小名了 干大之下 经纪人快速拎起咖啡塞进我怀里 这是影帝给你点的 快喝 我咬着吸管 捏着眼睛看他 觉得他的长相有点助眠 再睡 变成人后 我还是没有改变吃安树叶的习惯 别人午餐是鸡胸肉 水煮西兰花 我的盘子里是一大片绿油油的安树叶 在警号女明星能有多卷警号这个话题下 我以一盘树叶子一起绝尘 拿下热度第一 安树叶对我来说很助眠 吃一盘能一觉睡到第二天 因为一睡不醒 醒了又睡 新剧开机的时候 公司派人把我用担架抬去了剧组 睡到我的戏份了 助理摇了几下我的手臂 小声说 姐 醒醒 人都跟导演讨论好 怎么打你了 我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 坐起来 听见有人说我资源咖 耍大牌 奇猛了 我怎么会耍大牌呢 再睡一会 头还没挨着担架 助理猛拽了我一把 我打了个哈欠 站起来 还好我睡觉时跟一具帮硬的尸体一样 戏服没有睡皱 我演的是女三 是女主相依为命的亲姐姐 也是替女主挨打的工具人 因为这个角色很讨喜 所以尽管戏份不多 公司还是替我接了 女二跟女主撕扯 我挨打 反派要刀女主 我挡刀 我怀疑这是女生自己的武打骗 但我没有证据 这场戏 是我和女主和女二推散之间 被女二删了一巴掌 原来的计划 是借位加上剪辑 拍出一个大尔瓜子的效果 结果女二好像跟我有点私人恩怨 我把脸凑上去的时候 她结结实实地打了上来 睡眠不足 我本来就晕乎乎的 被她大力删了一下 我直接栽倒在地 头着地 无所谓 我投铁 当我呈直线在地上躺下时 我感到由内而外的舒服 地板冰冰凉凉的 眼皮沉沉的 真是睡觉的好条件 我眼睛一闭 开睡 整个片场的人都慌了 凑上来掐我的人中 我听见女儿的哭声了 呜呜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为了表演的效果呀 我一睡睡了三十个小时 醒来时 外面已经变天了 热搜前几条都挂着我的名字 警号驰眠 在剧组被打晕 生死未卜警号 警号驰眠剧组霸凌 有多可怕警号 医院诊断我有点脑震荡 但一睡不醒 是因为安树叶中毒了 病房里围了一圈人 我就认识几个 经纪人 顾省 还有那个打我的 打我的女星 哭的形象全无 扑在我的床边给我道歉 求我替她澄清 和我的经纪人说吧 她能登我的账号 没睡醒 我打个哈欠 灯有点亮 不适合睡觉 我把被单掀起来 盖在脸上 继续睡 来探望我的导演 刚走进病房 就被吓了一跳 迟眠没有抢救过来吗 顾省不置可否 导演颤抖着手 把一捧花树 放在了我的床头 但梦半醒间 我闻到了安树叶的清香 安树叶 也叫尤加利草 是插花常见的素材 我已经快两天 没吃东西了 我掀开头上的被子 猛地坐起来 导演眼睛瞪得溜圆 往后猛退两步 瘫倒在地 顾省不紧不慢地说 她没事 刚刚只是睡着了 说话慢半拍 随即吓死一个幸运 我把花树里的 尤加利草拔出来 猛地塞进了嘴里 接下来场面十分混乱 好几个人冲了上来 从我手上夺走安树叶 顾省掐着我的下巴 或是夺走我嘴里 还没来得及嚼的叶子 我没想到 第一次和影帝 以这么暧昧的姿态相处 不是在戏里 而是被他掐着下巴吐树叶子 我扎了一下嘴 回味安树叶留下的清香 想哭 嗯 粉丝给我送的花 整整齐齐地摆在病房里 我的助理 以及各位来看望我的好心人 正排排坐 拔掉里面的尤加利草 当顾省捧着一大把安树叶 往门外走时 我忍不住了 坐起来 翻身 跳下床 追出去 一气呵成 连隔壁病房的病人 都在背后感叹我附近的速度 顾省在跑 我在追 直接上演楼梯间跑酷 顾省腿长 速度更胜一筹 我赶到楼下时 眼睁睁看他僵着 没一大捧安树叶 丢进了垃圾桶里 我扒着垃圾桶的边缘看 快掉进去的时候 顾省捏着我的后颈 把我拽了回来 手法纯熟的 像是有十年的 考拉养殖经验 有毒 他眼瞼一概 人没有了安树叶 就像蚊子没有了电轮拍 但是树带熊没有安树叶 会饿死 我待在原地 他说 带你去吃饭 我坐在餐厅里 盯着眼前兔子的尸体 不禁背从中来 停背头住不能食 兔兔这么可爱 为什么要吃它 我丢下筷子 我就是饿死 从外边跳下去 也不会吃一口兔肉 故行 有时候面对你 我也挺无助的 他低头吃自己的 我吃了葱 吃了香菜 吃了盘子里 所有能看见的菜叶子 胃同嚼辣 拔筷子四股心茫然 故行拿双公筷 往我的碗里 夹了一块肉 脑子里 连饭带碗 踹出十米远 行动上 捧起碗 真香嘞 吃到最后 我打了好几个宝格 故行笑了好多声 出院第二天 我发现我上了社会新闻 女星使用安树叶后 昏迷不醒 安树叶的正确用法 究竟是什么 两天了 我睡的那两天 女儿挨了不少的骂 曾经自诩正义 骂过她的网友 又反过来骂我 正常人谁会吃安树叶呀 迟眠心里 打的什么算盘 她自己清楚 我的黑粉在话题下说 把安树叶都喂给迟眠吃 我感动到了 她是唯一一个 支持我吃安树叶的人 我直接用大号评论 谢谢 你人还怪好的嘞 我的铁粉 恨铁不成钢的回复 姐 医院是怎么允许你出院的 我被打的事情影响太大 编剧甚至为了 我连夜改剧本 把打戏全删了 我坐在片场里 看着全新的剧本 感觉哪哪都不对劲 几天没吃安树叶 好像要长脑子了 女主团和女儿团 互骂十分钟 双方无能狂怒 无一人动手 反派节节大笑着说 我今天就要骂死你 你就是叫破喉咙 都不会有人来救你 男主赶来救女主 用毕生所学不带脏字 把反派骂的羞愧男当口吐鲜血 武打骗改成骂战骗 改了 但不如不改 我靠安树叶彻底火出圈了 从娱乐圈到医学圈 甚至到树袋熊圈 我吃安树叶这是 对外的解释是 不认识这种叶子 务实 虽然有不少人 骂我脖子上面顶个球 五行圈脑子的花瓶 还叫我安树姐 考拉姐为流量 毒死自己姐 但我的铁粉 依然坚持为我辩解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有的人就是爱吃安树叶捏 尊重每一种癖好吗 我给这条评论点了赞 顾醒告诉我 这可能是阴阳怪气的皮皮黑 我挠头 我看不出来捏 他说 你的超话里 安树叶都成为禁词了 他开始教我 从零分辨粉丝和黑粉 提到安树叶的是黑粉 追着黑粉骂的是铁粉 我挑出了一条好评 呜呜 难道只有我觉得 他真的很可爱吗 呆呆的像小考拉 我那貌美又可爱的女儿 我指着这条评论 这一定是真爱粉 他轻笑一声 这是公司买的水军 我继续挠头 人类说话真复杂 能不能真诚一点 我带着几个助理 狂删恶瓶 一小时删了八千条 经纪人叫我赶快助手 山瓶这么快会落下画饼 我洗脑衣流的经纪人说 说你笨蛋美人的是夸你脸好看 我放下了山瓶的手 他继续道 蠢红也比安安静静的胡好啊 我本来还有些不信 但骂战剧杀青后 我靠热度拿到了一部古偶的女主 我兴奋到 蠢红是真爱 能拿到好资源 经纪人面带怜悯 傻孩子 这是公司投资用来捧你的剧 我挠头 新剧的男主是顾醒 以他这种咖位 接这部剧有点自降身份了 我没想明白 所以和他一起讨论剧本的时候 我直接了当的问 你凭什么演这部剧 顾醒茫然的抬眼 话音一落 我觉得有些不对劲 还没摸透人类的语言系统 再来 这部剧凭什么有资格让你演 他说了一口气 有时候你说的话挺让人害怕的 他翻了一页剧本 缓缓说道 我投资的剧 别人来拍我不放心 我点了点头 这个理由很充分 选角公布后 各方粉丝又是一场大战 经纪人说 是恶评 管管 我 啊 上次还说不要扇评来着 我就这么点脑容量 压根跟不上经纪人的思路 看到顾醒的粉丝骂我的粉丝 我在评论底下援护 不许骂他 看到我的粉丝骂顾醒粉丝 我一碗水端平 不许骂他 顾醒跟着我的思路 在评论底下劝架 当天喜提热搜 锦号正主下场劝架锦号 经纪人想骂我 在看到热搜后 把那些温文尔雅的花 又验了回去 他肯定我 你营销是有一套的 我没理解 这怎么算营销呢 不是听他的话 管管恶评吗 选角就攒够了热度 定装照一出 顾醒直接率上热搜 他从前都是演证据 这是他的第一部鼓偶 我对着他感叹 不愧是你 平脸就能上热搜 他说热搜是剧组买的 我倒嘴的彩虹屁 又验了回去 新剧开机第一天 按照惯例 要烧三炷箱拜一拜 拜摄像机 拜四方 我上一部戏没有拜过 导演是个迷信的人 这次点名让我好好拜 我学着顾醒的样子 朝着四方拜了拜 顺便虔诚的拜了拜桌角 花树里插的安树叶 导演小声道 怎么还拜尤加利草 顾醒 他有这方面的信仰 我蒙点头 安树叶门永存 开机仪式结束后 我住进公司安排的酒店里 顾醒住我对门 在走廊上看见他 我诧异道 好巧啊 他说 不巧 是我安排的 我挠头 哦 这样子捏 他说 他是来盯着我的 因为公司有足够的理由怀疑 把我放养出去三个月 我能凭一己之力 搞出30个稀奇古怪的热搜 我沉默住了 公司对我的认知 好像有点准确 我演的女主是个傻白甜 但是大家都管 这叫笨蛋美人 经纪人说 公司准备给我打造 笨蛋美人的人设 而我只需要收敛一下 自己的傻 顾醒的人设 是童年不幸的全程 我们先婚后爱 而我要用自己这种 脑干缺失的美来救赎他 顾醒看完 号称高甜部分剧情的表情 地铁 老爷爷 看手机 他合上剧本 满脸沉重地告诉我 我有感谢的想法 你得快点磨练演技 否则 我 否则 否则会被清醒的网友 发现你演的是娇妻 被钉在恋爱脑的耻辱柱上 我被吓得连夜八影后的戏学习 和顾醒的第一场戏 是顾醒高中状元 我在阁楼上推窗看他 他一身红衣 笑如朗月 春风得意马蹄急 我轻轻推窗 与他对视上 一眼万年 导演喊了他 我站在原地 准备挨骂 导演说 眼神不要那么寒情默默 你俩是初见 不是潘金莲和西门庆 虽然我听不懂后半句 但我感觉不是好话 顾醒指导我 你的眼神呢 要三分能懂 三分好奇 与四分羞涩 我 啊 这种扇形统计图眼神 真的是人能做出来的吗 一场戏我重拍了七次才过 眼睛都干半了 晚上 剧组发出了剪辑后的花絮 剪辑手法是有两下子的 顾醒给我讲戏时 我没脸红 后期直接给我加了腮红 顾醒说话语气很平淡 后期却给他辟了个温柔影帝的tag 顾醒跟我说 剧组有要我们炒CP的意思 我愣了一下 炒CP 这是盗什么菜 我不会炒啊 他承诺了一下 才说 你不看CP超话的吗 脑子和精力都有限 我自己的超话都没看完 我一脸茫然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 他一本正经 CP Cerebral Palsy的缩写 全称脑性瘫痪 简称脑瘫 我点头 哦 所以你演脑瘫 还是我演脑瘫 顾醒憋不住笑了 他屈着手指眼唇 笑够了 才说 CP的缩写 意思是情侣 想骂他一句 不知道怎么骂 我一气之下 气了一下 我决定好好学习 每天进行至少两小时的网上冲浪活动 我的上一部剧上线了 空闲时间 我都在刷大言仔里的评论 我的角色本来是没有名场面的 但现在有了 网友说 他看起来笨笨的 考拉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考拉连骂人都骂不利索 我还拥有了自己的低龄粉丝和歌登文学 别忘了 爆米花会爆 小气球会炸 比铃星会变成陨石 满月也会消失 小海罗会变成鲨鱼 只要有我在 谁都不许欺负我姐姐 沉浸是网上冲浪三天 我完成了蜕病 再次和顾醒见面时 我装作突然发现镜头 左顾右盼 后退一步 开始娇羞地吐信子 自信地撩头发 然后吟唱 爱你不是我的错 是你太帅惹的祸 我玩的梗太超前 顾醒不知道这个梗 他瞳孔地震 我尴尬万分 呆呆站着 脚趾头扣出了一个剧组 他迟疑了一会 问道 你说爱我 尊都假都 我 假都 我一个评论 就成功地让他沉默住了 单悔一局 我和顾醒继续拍戏 他说他不爱重拍 要我支冷起来 我告诉他 我要少责怪自己 多期待他人 他满脸无语地盯着我 从哪学到 当代百烂网友 别在剧组百烂 他表情严肃 我低头抠手 选择听话 继续扒影后的戏 扒剧本 听顾醒讲那种复杂的 善行统计图情绪 他说 清澈又愚蠢的眼神 你听得懂吗 我猛点头 并且当场给他表演了一个 清澈又愚蠢的眼神 他无奈道 那为什么你演不出 懵懂又无辜的眼神呢 清澈又愚蠢是我的本性 我实话是说 能懂又无辜的是 我没见过的眼神 他给我发了张照片 是我在医院里 被他掐着下巴图 安树叶的图 两眼茫然 他说 就是这个眼神 我想象着当时的场景 悲从中来 露出了清醒又绝望的眼神 顾醒被我的情绪 感染得清醒又绝望 他37摄氏度的嘴 缓缓地说出冰冷的话 重拍 我更绝望了 工作苦不堪言 讨拉靠死人类 剧里有一场吻戏 我从前演的是 恶毒女二 温柔女三 感情线不明显的角色 我们都没有拍过吻戏 触及盲区了 我和顾醒面面相去 不知所措 导演抱着不自愿的男二 指导我们 就像这样 手掌放在他后脑勺上 啊 簪子扎手 拔掉 啊 头发乱了 造型师过来 啊 另一只手 另一只手放他腰上了 亲上去啊 你在等什么 等他来亲你吗 导演在激情满满地掩饰 男二一副 要死不活的表情 导演捧着男二的脑袋说 我知道你是直男 但你能不能为了表演效果先忍一下 我也不是gay啊 NG七次后 我垫脚垫累了 他再次低头时 我仰头将唇贴了上去 顾醒愣了一秒 他缓缓闭眼 然后温柔地回稳 导演对这场戏很满意 虽然有些细节的改动 但这场戏满足了 他对扇形统计图情绪的期待 他心满意足地看着回放 这就是我想要的三分青色 两分无错 五分羞涩 顾醒青色过头了 耳朵红得像能滴血 半天没能开口和我说话 杀青后 顾醒和我作为男女主 一起接受媒体的采访 前几个问题都很平常 对对方的印象 对角色的理解 我重归重矩地用套路答了 在大家面前表现得很热爱演戏 很尊重顾醒 话筒被交到顾醒手里 记者笑着问 最喜欢什么动物 这个问题的针对性太强了 连我都听出来 他想要顾醒答什么了 顾醒 树带熊 话筒又转向我 知道顾老师的原名吗 我愣了一下 我不知道啊 我跟顾醒几眉弄眼 他议会了 给我做了个口型 我顿悟顾杰克 在场的工作人员 都笑得好大声 记者笑得尾音都在颤 让顾老师来公布答案吧 他咬牙切齿 一字一顿道 顾醒克 最后一个问题 对迎评初吻有什么感受 我们难得达成一致 难拍 采访出了些小意外 无所谓 公司会买水军 这段采访被放出来后 底下的评论都在磕CP 不磕的对助理删了 顾醒看考拉的眼神 怎么又无奈又宠的哈哈哈哈 连名字都是情侣名 KSWL 官配就是好客 他们是怎么做到 看起来不熟又很甜 很有CP感的 我看着这条评论陷入沉思 为了后续顺利的炒这个CP 我决定去恶补顾醒的信息 他是童星出身 但是成绩不错 还在澳洲流过血 真巧 我曾经是澳洲原住民 网络上还有顾醒早期留学时拍的VLOG 视频里 青色的少年顾醒抱着 在发呆的树带熊 笑容和煦 眼眸异议 他说他每周有笔固定的消费 是花32刀去动物园抱树带熊 为了多了解一点 我点开微信聊天框 跟他没话找话 听说你爱抱树带熊 他发了张呆呆的考拉表情包 问这个干嘛 你想起来了 你还记得我 怎么不说话 变回树带熊了吗 不回我 真变了 你等等我想想 怎么在国内藏一只树带熊 他打字真快呀 我慢腾腾的敲键盘解释 不是 只是看到你抱树带熊的视频了 顾醒发了一条叹气的语音 没变回树带熊 他好像还有点失望 我和顾醒的CP名是睡不醒 非常符合我前段时间的状态 四处八堂的CP粉 也找出了顾醒和树带熊的照片 我和树带熊的照片被拼到一起 配文 这姐上辈子是只树带熊吧 眼神相似度100% 眼神真好啊 别的女性的案例视频 她的眼神好像狐狸 她好像一只小猫啊 我的案例视频 内于自己的树带熊 我的营销非常成功 树带熊从对我的贬义词 变成了包义词 虽然顾醒的粉丝总有怨言 说我蠢蠢的配不上高学历的海归顾醒 新剧的发布会上 我与顾醒站在一起 显眼包媒体又问她 关于网络上那些评价 顾老师有什么看法吗 顾醒在公众面前说了 持眠不笨 演戏很有灵气 CP粉跟过节式的 正比高呼 她超爱 我已经很久没吃氨树叶了 感觉脑子都变好了 发呆的时候 我想起来很多 我曾经还是树带熊的时候 有个少年经常来找我 他第一次抱我的时候 动作很笨拙 到后来我认得他了 会趴在他的肩上睡觉 他会跟我说话 一开始说的是中文 我听睡着了 他又把我晃醒 给我讲英文 我搭来着眼皮 听他碎碎念 听说你小时候 只能吃成年树带熊的粪便 是真的吗 啊 把我叫醒 却问这么尴尬的问题 我揉了揉眼睛 怒吼一声 傻呗 他听不懂我在叫什么 抱着我乱撸 夸我的烟嗓好听 像拖拉机开过去一样浑厚 他的话实在多 我不爱听 我选择闭上眼睡觉 他是孤身一人来澳洲的 朋友也很少 每周准时花32刀过来 跟我说废话 后来他也能听懂我的叫声了 拖拉机声是生气 烟嗓是情绪平稳地回应他 睡觉不理他是常态 四年后 他回国了 我经常坐在安树上发呆 不爱搭理那些 满嘴做做的游客 清醒的两三个小时里 我天天对着安树叶祈祷 能变成人 后来愿望终于实现了 我变成了三线女星 我第一次以人形见顾醒 是他回公司开会的时候 而我坐在会议室里 边吃安树叶边发呆 他眼神扫过来 然后愣了一刻 这是公司要捧的新人 我迷迷糊糊地点头 他对高层领导说 这很难停 隔行如隔山 祝你们成功吧 做人的时候我还爱吃安树叶 吃到中毒 损伤脑子 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现在终于想起来了 我试图和顾醒搭话 这位影帝好像在哪见过的 顾醒斟酌了一会 你可曾读过什么书 吃过什么药 我 啊 因为文化程度不一样 我们又陷入了僵局 我说 我之前好像在哪见过你 他油烟不尽 我们昨天还在发布会上见面 很久以前在澳洲 他低没看我 轻声说 想起来了 我蒙点头 你从前照顾我 是因为喜欢树带熊吗 他说 一开始是这样的 不过后来是喜欢你 他说完这话 就耳朵通红 低头没敢看我 我听完这话 感觉脸颊发烫 也低头不敢看他 我们像两只缩着脑袋的安纯 暧昧又尴尬的气氛 持续了半晌 他冷静下来 小心翼翼地问 抬个头回我句话好吗 我点了点头 话 在他脸色又红转清之前 我清了清嗓子 其实我也挺喜欢你的 我和顾醒在一起了 感觉就挺新奇的 在一起的第二天 顾醒给我送了 比我脑袋还大的花束 他说 这是补表白那天的 花束很单调 却也很熟悉 是澳洲辣梅达尤加利草 我说 这是什么 安树叶 吃一口 在他过来 夺走尤加利草之前 我及时抱着花束后撤 逗你的 他服额 我感觉你像是 真能做出这种事情 我挠头 不吃安树叶就会长脑子 长脑子就不会吃安树叶 我现在已经进入 长脑子的良性循环了 绝对不会去干那种傻事 他笑了 就跟多年前在澳洲拍的 VLOG里一样 眉眼弯弯 阳光又有少年感 我和顾醒的新剧上线后 好评如潮 我长粉百万 连顾醒的尾粉 都看我顺眼了 在全网都在科剧里CP的时候 我和顾醒官宣了 一直很尊重顾老师 有故事 交往了 很喜欢 顾醒转发了 病 不回应 一直很喜欢小棉 文字直男又腻歪 当晚 热搜炸了 锦号迟眠顾醒官宣锦号 锦号科的CP成真了锦号 锦号真情旅就是好科 锦号 我的毒维和顾醒的毒维 还在互相掐架 我和顾醒又双若灼下场劝架 然后一起挨了毒维一顿痛马 毒维骂几眼了 连郑主都骂 当然 有了炒CP的铺垫 网络上还是祝福声多 郑文娃 翻外 因为我是娱乐圈著名的笨蛋 经纪人给我接了一档学习综艺 学习进行时是一档专为 九年义务教育落网制御定制的综艺 采用直播的形式 主打公平公开 旨在给各位音读错字 写错字被群朝的艺人 一个挽回形象的机会 故省学历高 是特邀嘉宾 节目在八月筹划完毕 计划九月开始录制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节目组邀请了一位导师 因为论文造假他房了 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他房导师甚至以一己之力 提高了论文的茶重率 引发众怒 找到替代他的导师之前 录制计划只能延后 每个明星上的课程 都是不一样的 节目组根据明星的黑料私人定制 虾人诛心 每位嘉宾都要上定制的课 然后开始综合检测 我要上的是生物课 第一课是教我辨认 安树叶和其他菜叶子 我很不瞒 这么简单 我会认不出来吗 我气鼓鼓的 看着眼前几把绿油油的叶子 这是安树叶 这是白菜叶 这是生菜叶 这是我全部认得出来叶 我的粉丝很靠谱 开始为我刷弹幕 这是姐姐又好好在学叶 这是姐姐学习态度真好叶 我的导师是生物学专业的 他先一丝一丝夸了我几句 真有天赋啊 哄幼儿园小孩似的 第二节课 他直接给我上了遗传学 我 啊 我以为我们是来做做样子 表明自己有在学习的 没想到还真要学啊 我开始含泪看遗传图 看豌豆看果音 我是最早上完第一课的 隔壁说话带口音的男星 还在念拼音 隔壁男星拼音认完了 我还在念着 九千三百三十一 画遗传图姐 弹幕里的高中生坐不住了 恨不得亲自来现场指导 姐要先这样 再这样 然后那样 我抬头看弹幕 明晃晃的作弊 结果弹幕被屏蔽了 生活苦不堪言 等到其他三位嘉宾上完的第一节课 我们聚集在一起 等待检测 大屏幕上有四道不同领域的题 可以随意跳 第一页的题 都是些小学生题 比如Apple是什么意思 这针对一位说话爱夹杂英语 却又记错单词的艺人 又比如三加四等于 这针对一位解不出二元一次方程的艺人 那位中英 混杂艺人手比较快 已经按下了选择键 自信满满的喊 苹果 屏幕翻到了下一页 I saw a s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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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度直线提升 节目组根本不当人 屏幕前三连猛逼 幸亏英语是我的母语 我说 我看见一把句子再句句子 弹幕 这都知道 解针牛啊 接下来笔意 口译我都不在话下 让英语组的导师瞳孔地震 弹幕 顾醒偷偷给你补习了 这主题做完 又该回去上课了 幸好那已经是下一集的事情了 录完这一集 我对这个节目PSTD了 我颓废的 摊在顾醒的车里 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 违约金多少啊 这课我是一点不爱听 顾醒三千万 我坐了起来 算了 也不是不能听 我点开微信 找到经纪人的聊天框 跟他发了三十分钟的疯 我扭曲爬行 崩溃大喊 经纪人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本来这个学习内容应该很水的 肯定是他防的那个导师 让节目组不敢水了 我觉得很有道理 所以切了小号 和大学生统一站队 把他防的导师骂了三十分钟 再刷一刷我的超话 大家都在夸我的英语水平 我看了一通彩虹屁 心满意足的下线 上这档综艺 对我这种九年义务教育的 漏网之鱼来说简直酷刑 录第二集 我继续对着遗传图发呆 主持人说 因为我在答题环节拿了第一 所以可以申请特邀嘉宾的援助 我果断要顾醒来帮我 他盯着题目 如果我上高中 我能一分钟给你解出来 可是我现在高中毕业八年了 我拧了敏唇 直直看着他 他立即改口 即使我毕业八年 我也可以与之一战 我和顾醒弱弱联手 一道题做了半小时 终于上完第二节课 但是另外三位没这么幸运 背离骚那位苦着脸 背了一整集都没背下来 学英语的那位3500词 是背不了一点 学数学的那位头发 已经掉了一把 因为这不合理的难度 这档综艺上了一回热搜 郑主没上综艺的粉丝 在幸灾乐祸 郑主上了综艺的粉丝在骂人 热度直接拉满了 等到答题环节 我如法炮制 狂刷英语题 拿下积分第一 导演深无可恋 我靠着刷题 召唤顾醒弱弱联手的循环 勉强拿下了一整季的课 顺利毕业 而另外三位有些惨 在最后一集的考试中 因为不及格而复读 网友戏称 这档综艺为高中模拟器 没想到看起来 笨笨的树带熊 是最好毕业的 找Bug也是一种本事 我拒绝了导演下一季的邀约 上完课的我感觉 青州已过万重山 我是一点不爱学了 在第二季邀请不到流量明星后 导演慌了 开始降难度 把那三位留级的放毕业了 我跟顾醒窝在家里嗑瓜子 把这一切当做有瓜可吃 全文完